有个台北地方法院这个评议结果出炉 目前呢这个陈水扁还有检方所提出来的证人名单呢 我们现在看到了陈水扁提出来的 剃除了五个人呢 包括了李登辉 连战 岳芳如 还有蔡朝米金 马英九 马总统都不在名单之内 但是检方所提出来的吴王霞在名单里头 那么有人说他83岁了 陈水扁说他有些事情可能也记不清楚了 另外头我们还看到了 其实昨天吴淑珍在这个庭讯上面 他也说因为还没吃药了 所以这个有些事情记不太清楚 这样子记不太清楚 到了这个证人席上到底是怎么说呢 特别是吴淑珍被告 这个未来判决 看到吴淑珍这样的态度 对他到底是有利还是没有利的 那么传吴王霞他也开始说 我不记得了 那么不晓得沈大老怎么看 我觉得吴王霞的重要性 或是反反复复相对于昨天的这个阿珍 这就比较不重要了 我觉得阿珍昨天其实有两个方法 两个主軸 一个呢就是说忘了 或是记不得了 或是不清楚 但是那个就是说 他每次用这几个 是完全否定的步骤的时候 就是那个答案啊 他没办法讲 或是讲出来很丢脸 或是很尴尬 或是讲出来 就是粗皮肉 或者是对阿扁 或者他小孩子不利 他就用一看 又不晓得 但是他另外还有一个方法 就是说 这个已经逼到 不能不讲 不能不讲的事实的时候 而且显然他如果讲的话 也是很不利的 他就翻功 他就另编一个故事 那我认为昨天陈正慧 是在讲一个真的故事 所以不管陈正慧在哪一个场合 讲过几次 他的故事只有一个 陈正慧几乎没有翻功过 而且甚至连细节 也没有修正过 那是这个编假情节 编假戏码的 吴时针需要去编两个版本 三个版本 而且不管他编一个两个 都跟陈正慧的不符合 所以我觉得最后呢 这个当然各执一词的话 是法官自由新政嘛 那法官会相信那个 从头到尾只有一个版本的呢 还是会相信这个 反反复复两三个版本 都不一样的 这个我想 钦差行为就了解 所以我觉得 吴时针这一家 其实不管是阿炳的方法也好 吴时针的步骤也好 都是越走越越 越走越越 都走进去没买行 他的话就是说 趁你走到地区没就对了 我是说走到没买行 就想一输 陈正你怎么看 我是因为我们刚刚讲吴王霞 吴王霞的话 我们刚刚谈过 就是事实上来讲的话 包括他 包括陈李盛 包括他们家的一些亲人 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 都成为陈水扁跟吴淑贼 两个人的一些人头账户 这部分的话 事实上大家都一起会知道 所以很可能只是说 他在这样的过程当中 他有一些部分 他必须再来作证 所以除非像刚才这个慧文讲的 他有更多的证据 显示出他可能会成为 洗钱罪的被告 否则的话 你就增加这个 我们一个人是吴王霞 我觉得倒也还好 没有那么特别的地方 只是说呢 呃 40个变成35个 或变成36个 也还是很多啦 我觉得大家一定会觉得 很不耐烦 就虽然这是陈志炳的权力 我刚刚已经讲了 他有权力要求 传这个阵阵 他竟然传100个 他也折他说出了个道理来 其实审判长可能也会准 那只是说呢 大家会觉得说 你明明知道 他是在穷尽一切 他这些所谓 拿在手上的司法武器的可能性 那法官我们的审判长 也尽可能的给他方便 除了一些实在太离谱的 跟这个东西完完全没关的 就是完完全打算要旁生肢结的 打算进行政治操作的 是陈志炳希望外界拿来做文章的 像是我刚刚讲的李登辉 陈连战 还有呢马英九 那蔡曹明是因为奉天专案的关系 是跟李登辉有关 那另外就是月芳如 就冲着检察官而来 所以他等于是非常非常谨慎的 局限性的 自我节制的 去删陈水扁的这个证人啦 那我相信其实蔡守迅 他有他的个想法 他当然就尽可能的 让你陈水扁到最后 如果要输 输得心服口服 那我相信老百姓 在这个过程当中 不耐的其实是一定是会有 那只是说呢 如果说大家期待的结果 是正义伸张 那或许过程 终究的怒气会消散 但如果说中间有一些问题 大家觉得还是很不公平 譬如说陈志冬的事情 譬如说黄邦彦的事情 那我觉得呢 对于这个法官来说的话 那么多的事情过程当中 不只是贬加受伤 我觉得我们司法一样会受伤 是 我看到法官评议哦 40人当中 其实陈水扁这边只砍了5个人 其实这个量还是蛮大的 所以看起来说 这个法官是希望 可以让陈水扁这边畅所欲言吗 我想我会 我们应该尊重法官的决定 他要他的考量 因为毕竟法律有三个要件 我们都非常熟悉 这程序正义 勿忘勿忠 以及法律之前的人平等 不管他是谁 那既然法官做这个决定 我觉得应该尊重 但是正如有 全一届观众打电话进来说 就不要谈这个议题了 各位我们坐在这边谈 无益国际民生 但是不要忘了 这是台湾第一次 针对一个卸任的 领导者 国家院院所在审判 那这可是大事 这不是像王立宁那个案 如果我们谈了三百 今天第几集我不知道 他在三百 三百一十五 三百一十五 如果我们谈 王又甄的案谈三百一十五集 我看连这个电视台都关起来了 大家不看了嘛 对不对 我说为什么陈水扁这个议题 那么重要性 而且有指标意在这里 我常与这个水门事件做的意思 尼克森是没有辞职啊 对不对没有审判啊 连起诉都还没有就被特赦了 但这1972到74这两年啊 他辞职以前法律程序以前的 美国已经痛苦不堪了 叫做既农场又痛苦的梦魇了 这是要度过的 同样台湾也要度过 你说不谈吗 那关起门来 那到底什么事发生我们都不知道啊 媒体有他的功能了 媒体就是社区监视器啊 他在监督的 然后媒体也被观众 为了名制约了 就是层层制约了 如果没有媒体在谈这个事 那我们不知道这什么结果 等到说宣判无罪 或者宣判陈水扁特色 大家再来大华 举国大华吗 当然不是啦 所以媒体有他的功能了 我要对有些观众不耐要做解释 突然我觉得法官 把35个衰选出来 像李登辉连战马英九 的确有他的特殊性 不管他们 他们所介入的事事实上跟着无关了 只是陈水扁要做政治操作嘛 那岳方卢那个事是估重量的问题 蔡常明 我觉得这方面把这五个衰选 我觉得法官有他的考量 这个考量是正确的 我们应该尊重 是 检方不同意16个人 不过 不是 这个 这些证人 是可能不会像陈正辉 对吴淑貞一样 一讲 讲一个下午讲不完 然后后天再传 不会这样的 有的证人 就像刚刚中心兄提的那例子说 一分钟 好 换下一个 没什么好问的啦 所以人很多 只是增加那些传坏的人次 对案子本身 可能没有太大的意义 今天把他看厌光碟的 但是审判长预知说 因为总共有298片光碟 目前扁办还有一些光碟 他们认为有争议的 刚刚蔡索逊的预知是说 你还想看光碟呢 我陪你看 但是你要先注明 你不能直接用播的 不能边播边找 你要先自己看过 点出哪里有问题 那何仪廷认为有必要的话 所以光碟可能在这个 失职升级的部分 还有可能在插播 所以光碟大战 还没有卸目 因为陈正辉提的秘密证人 不是什么 甲军乙军吗 这一次有提秘密证人 秘密证人也没有要传 所以显然陈正辉的那些诡计 没有得逞 我要谈一下那个金库 这几个 这四个金库 是互通有无的话 可以成为一个虚拟的大水库 那这个金库的钱 到底都跑去哪了 我说 因为钱会流来流去嘛 说搬去 你看昨天很晚 总统府领到国务计划 会搬去官邸 陈正辉会搬官邸 然后 搬到官邸之后呢 可能会涨到 会放到发霉呢 所以总统府要用钱的时候 陈正辉会跑去官邸 把钱搬到总统府 简直是无聊嘛 搬来搬去无聊 虽然官邸跟总统府这么近 那 总共的钱是多少 不知道 不知道 金库在哪里 也不知道 这种办案的水准 我说搜索真的还搜索假的 我不要讲说案子办真的办假 我说搜索真的搜索假的 曾经到保来去搜索的检察官 你们怎么面对社会大中工 保来有一个保险箱 结果我搜索我没看到 有数人想说 你两次来我拿一千万 我塞给你看 那你在检察官搜索 你要什么资格干检察官 如果你连搜索的时候 该搜索的标的 是什么都不知道 你干什么检察官 那现在这个保管箱里面 到底放什么东西也不知道 通通都不知道 然后我根本 我根本不去谈黄芳燕 黄芳燕那个 已经谈很久了 那个根本就是 应该有人要法办了 你说这个搜索的部分 搜索保来的部分 都这么不扎实的 你如何叫我们相信说你办案是公正的 但我绝对支持各位前辈还有观众朋友 想说是不是该搜索这个扣押 应该说搜押 陈志忠 或说通缉黄芳燕 我都赞成我都支持 我是说回到 侦查动作的基本面 那个就是基本功嘛 你拿了搜索票进去之后 你要搜索什么 我整个房子的搜索 那我要派多少人去 这个胡宗信小队长 你负责主卧室 我负责御室 藍宣负责书房 开始搜 天花板要不要搜 加成要不要搜 那看你查什么案子嘛 你说查毒品的案子 一定是什么马桶盖啊 什么全搜啊 毒品都是这样乱藏的 你如果查钱的 钱包在马桶不是撕掉吗 有没有用那个 什么塑胶袋绑起来什么 通通都要搜 结果也保险箱都查不出来 那我怀疑你特殊组 你搜索就是 那个随便问一问啊 你有什么要跟搜索 所以搜索是真的假的 是假的嘛 那结果 结果怎么会是 结果怎么会好 一定不会好 我要大家报告 我不认为吴淑貞跟陈志忠 有什么害来害去 因为吴淑貞的交互结论 还没有问完 你看昨天都是禁 都是入 入到官邸的钱 那出呢 我的研判 这二分法啦 出都交给陈水扁 因为吴淑貞 刚刚刘宜宏讲 那是内行的话说 你知不知道是不是应该 应公支出吴淑貞都知道 可是应公支出 你去问我老公 因为 后面一定补人去问我老公 干我什么事啊 我又不是公务员 陈水扁用的呢 在他们地面都叫应公支出嘛 因为陈水扁是总统嘛 我要靠赏你啊 我要包红包 我要干嘛干嘛 全部都算应公支出的时候 入 有无俗贞负责 反正就陈水扁会把钱搬来 这我也不否认 我也不争执 我也不争执 我也不要给你赢 几次进来这边给我 可是出呢 通通交给陈水扁负责 这样子这样呢 这样绝对不会有串帮嘛 入都算我的嘛 出都算你的啦 那陈水扁一定会把他解释成说 支出的钱 比进来的国务基地还多 这样就套过了嘛 支出大余收入就套过了 那支出大余收入是谁发明的 这特征组发明的啊 就只有特征组发明这个标准 我最后提一下 那实在是 没有积极的去调查 就不会有结果啦 我不再去跟各位前辈辩论什么 检察官的职权 你就没有 你连保险箱都没有查的时候 是没有办法交代的啦 不然你就 就负责搜索代表的注册商出来讲说 我们看到保险箱 我们就不搜索你怎样 我们就不查控你怎么样 那我就闭嘴啦 对不对 你违反了侦查的标准作业程序 你就是有问题啦 不过刚会有讲一个 我觉得最关键的地方在于说 这个吴淑珍讲到入的部分 出的部分都推给这个陈水扁 那至少强调一个就是 我是因公之初 这个他第一次出庭讲到说呢 我承认我有拿钱 但我这个钱呢 没有一丝一毫 没有一分一块钱 放到自己的口袋里面 这说法是一模一样的 但关键点在于说呢 不是他们说了就算 所以这个关键点 就是我刚才讲 账本很重要 今天账本 陈水扁会记的是什么呢 陈水扁记的可不是说 国务记要被拿出来之后呢 就像吴淑珍所说的 都交给了陈水扁 陈水扁都去因公之初哦 不是哦 他里面讲到国务记要费 是有包括吴淑珍家里面的人去用的 包括洗车的钱啦 律师费啦 出国的钱啦 去山井吃饭的钱啦 等等等 所以呢 吴淑珍可以自己讲一套 他可以跟陈水扁 隔空呼吁成一个故事 但重点在于说 为什么今天陈正会 可以被检方认为说 我要在起诉上面写着说 请免刑 因为他认罪起床 因为他封出了相当重要的这个关键 所以我就说今天如果说陈正会 经过这段时间来的交叉结问也好 他的这个证据能够被稳固 就有关于账本这部分 他的内容可以被稳固下来的话 那今天就算吴淑珍跟陈水扁 再编南天大黄也不会有用 是 那我们另外看看 刚刚这个霍元轩一直讲 前辈 前辈 易鸿兄 其实陈水扁早就已经讲过 他租出租出多少 他数字我忘记了 他就说我收入多少 但是我租出租出多少 我甚至租出还不够 还要我自己垫钱 所以他是租出收入相抵的话 他根本就勾矩要费不够他用 但是他这个就是所谓大水库理论 这个理论如果能成立的话 特征主不会起诉他 特征主是认为你这个国务教委 不适用这种特别会的理论 所以才起诉他 现在就是看蔡守迅 采不采用陈水扁的理论 如果蔡守迅采用他的理论 他这一部分有可能被判无罪 但是我的研判 由蔡守迅那个裁定 那他那个新政我认为蔡守迅 不见了会采用他的这个核端 那至于搜索到底确不确实 有没有收到什么东西 其实我是认为在你案子已经起诉之后 因为案子不是你搜索不到东西 就不起诉了吗 你搜索他还有其他证据 然后把你起诉 所以搜索的基本动作 对还是不对 到底有没有搜索东西的话 上级可以去查 你当时搜索的时候 是不是保险箱摆在那边 你没有发现 或是那时候搜索 根本没那个保险箱 他把它移走了 不在那个房子里面 那这个是要去了解真相 才能做责任的判定的 对不对 所以我认为 陈水扁这个整个案件 他做告一段落之后 既然受外界这么激烈的批评 每一个检察官 包括你搜索金控 有没有必要那么大张旗鼓 通通都要受到上级的检验 我认为这个行政调查 是一定必要的 作为以后 这个新的检察官的办案的参考 我认为甚至在 在那个司法官训练所里面 都可以当做教材的 我觉得这很好 那至于证人 证人那当然 当然是蔡依勋是比较 对陈水扁这方面比较友善的 判决不见得是这样 但是他现在这个证人的剔除 就来挖西方剔除第五个 但是他只有剔除了五个 当然华皇院这个是明显的 虽然列了证人名单 华皇院不可能回来作证 他不可能回来了 所以这个其实等于 实际上也是剔除了 好 我们看到其实这个主任 对不对 我补充一下 这个近前任官的官方张荣卫 他被查林内文化炉的案子的时候 那时候云林的检察长叫朱朝亮 他开那个吊车跑去县长的公馆 把张荣卫的那个保险箱 整个把它吊起来 那个移不走的 那不是说用推的 我相信那个可以塞一千万的 不是那种小的那种 那大粒的 用吊车把它吊走 那保来最近有没有吊车 吊来吊去 我不晓得 那义龙兄讲的 我大部分都同意 但是我补充一个是 那是要法办的 特征组查不出来 我跟你讲 特征组查特征组 最好笑是叫最高检去查特征组 叫租南去查租朝亮 这租查租是查不出来的 怎么可能查得出来呢 我们是同个单位的 我是你学长你是我学弟 我查你 改天你查我我没有婚姻 是查不出来的 那因为法务部长他是不作为的 法务部长就是一个 摸一个名字不好 我对那些曾经帮王清风讲话的人 我都嗤之以鼻 因为后来他们发现王清风不行的时候 也没办法督促王清风去做这些事情 这个该不该查 如果他第一个动作就放水 你怎么知道后面动作整个就完了嘛 我去宝来搜索 然后看到保管箱 我就不需要打开 我问你啦 你看到你今天去搜索 我去搜索蓝圈家 看到我保管箱密码只要打开 不开 掉出来掉走 没有打不开的保管箱啊 整个笑诶 哪个保管箱打不开 那每个都要保管箱 我里面放毒品啊 密码忘记了 心情不好忘记了 好啦那保管箱可以还我了吧 炸也把你炸开 什么打不开 对不对 没有那种牵托借口的嘛 那现在很简单嘛 保管箱在哪个房间 去查 保护部不用查嘛 就派个人家立刻搜索嘛 在哪个房间 租策让你几月几要去 你为什么没有搜索 为什么没搜索 你浪权不追诉 我马上就起诉你 要扳不要扳而已 不是要扳不要扳而已 你根本你就灵灵 东西就没查了 你这叫人家在白座的了 二十几年检查官 这种检查官不值得你约队凤 这比郭冠英还恶劣啊 你明明看到了你还不查啊 你明明知道 你看哦 我们刚刚念的是不是陈振会昨天开庭讲的 陈振会去年做笔录就讲了呢 邱义公布了陈振会的笔录 他去年想说钱搬来搬去啊 在官邸跟总统伍之间搬来搬去 要搬到那个什么更衣室那个 那个去年的事情了呢 我的意思说 主持人你听我讲说 我问陈振会笔录 陈振会是不是跟我讲有个保管箱 我去年就知道 检察官去年问笔录就知道有保管箱 你去年为什么不查 那我们啊 我们是昨天听陈振会跟吴淑貞对视 我们才知道的 检察官去年就知道 他说无所谓 保管箱 保管箱忘了就算了 这种特征组还要办案啊 那不要办了啦 我说实际上话 那就好啊 记得不都够讲的 你去年知道陈振会的共识有保管箱了 你都觉得无所谓 保来也无所谓 那吴淑貞还跟你呛说 你来我塞给你看 那这样的办案单位 应该要通通接受调查 我假设这个状况 假如他去搜索的时候 有看到保管箱 你只要打开 打开了保管箱 控不义务 这样可以不可以 如果有这种状况 有没有可能发生这种状况 你要讲最极端的状况 绝对有啦 绝对有啦 绝对有 所以说 我们所以要调查 原因就在这个 所以因为我们事实不明 你现在的假设是 有个保险箱 你根本没有让它打开 你查都没有查 这个办案不及格的 假如他有查 叫它打开 空无义务 他就办案是及格的 所以这种东西要 真相未明之前 不能句下结论 所以要查 我认为要查 我补充眼睛 因为监察院也可以查 中天的法庭实陆跟TVBS的法庭实陆 还有昨天我们记者的连线 都略有不同 所以我也很怒啦 因为法庭实陆 这两台的水准 昨天都很低落 可能是换人啦 昨天你们的记者在法庭是怎么连的 说吴实陈讲的 吴实陈说 对着林哲会 因为林哲会检查完质问他嘛 吴实陈讲说 嗯 啊来啊 你刚才来你没看到 你刚才来我拿 我逼给你看 一千万塞得进去 可是因为法庭实陆记得没有那么的 那么详细 我再没办法拿给大家看 你说林哲会你去过保来嘛 只有来过嘛 我没拿给你看嘛 所以刚刚刘一红的假设不成立嘛 不是不是 有来我没拿给你看嘛 林哲会是后面就讯林哲会去 刚开始搜索是朱朝亮吴文忠他们去 所以要看谁先去 我去是搜索还是去救训 他是不一样的 对啦 你要讲那种打开什么东西都没有的 用最极端最宽广的解释 绝对都有可能 这可能性绝对有 我绝对同意 那要这样讲 我讲的不是最极端的 我讲说有没有去查 这查得出来吧 这一定查得出来的嘛 要不要 会不会查 我跟你保证不会查 以我对法庭部队最高检台来讲 就不会查 我就 就陈慧文狡狡的了就算了啦 那小狡狡狡的 不会查啦 连查都不会查 不然你走走瞧 你看会不会查 特征组无所谓啊 就算我跟易鸣兄的假设都成立啦 昨天终于知道 原来保来还有一个保管箱嘛 他们也无所谓啊 陈聪明今天还是一直在梦游啊 陈云南也是梦游啊 有什么比现在去查扣保来保管箱 更严重的事情没有啊 就是无所谓啊 就今天就特征组 黄卫燕来了没 黄卫燕来了没 今天就干这个事情而已啊 什么烂单位啊 解散了啦 烂单位啊 保特征组其实在3月底4月初 可能会有换人或者换血 也许是家人 那么这个部分 那么后面都要如何侦办下去呢 我们也可以持续来观察讨论 不过我们先来接您的空音电话